我就觉得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进公公的吗 不要听别人说走自己的路好 哎呀就是说我的话就是上学毕业了之后 一直都没有考上这个工作一直在考嘛 就是说也没有考上就没有一直都在家乡 现在说现在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公司上吧 我变老了这个人说什么 你变老了上嘴唇没用 没事的 说我变了说我变愁说我愁说我怎么怎么的 我内心很强大的我什么都能接受的 你怎么说我还是我还是一天一日三餐 我也要吃饭我也要睡觉 我也不会难过我也不会流泪 就是说 嗯 对就是说这个人嘛一百张嘴唇 有一百个不一样的我 不忘初心做好自己翻得时钟就可以了 不忘初心做好自己翻得时钟就可以了 到现在我都是经历的都是比童年人经历的要多一点 所以的话就说也不会说很脆弱 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把我打倒了 不工作了呀或者说不开心了呀什么的 不会的我内心很强大的 因为我看因为我觉得人嘛就是说心态好的 心态比较好的你看见什么都会很美好的事物 你就算看见一个不怎么完美的姐姐 你都觉得她很美 你会觉得她真的好温柔呀 你会看到别人好的一面 但那些就天天评价你的 因为她自己内心本来就很不完美 所以她就会去叼别人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不能去改变别人 但是我只好做好我自己 你们觉得呢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叶总在剪头发 我刚刚告诉大家了呀 她待会会和大家见面 她在剪头发 从小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我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自己调整自己的状态 自己的心态 自己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从小我就不喜欢让我妈妈担心的一个 我觉得也不想让她操心嘛 因为母亲的话就说 经历的比较多 如果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话 她会觉得这个生活没有看不见阳光 我是我妈妈的心态 我是我母亲的这个太阳 所以我就要照念她 所以我就要做一个懂事的 我要孝敬我的家人 我要尊重我的父母 就是说她们是我 也是我一个这个努力的一个动力 知道吗 所以我从小很多时候 就不管是遇到很多难过的事情也好 就是在这个很多时候 我对生活觉得好不公平的时候 我也不会选择抱怨 我会觉得我只会责怪自己 我会觉得是自己的原因 可能是自己不够努力 自己没有出息 所以我才会去努力 就是这样的 我上学 从读上大学那一刻起 包括到这个高二的时候 我就靠自己 我的思想也靠自己 我的生活的财迷有盐 我都是自己去奋斗 但是我从来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我只会一直在这条路上 一直的鼓努自己 我觉得人嘛 一定会出头的 一定会出头的 既然自己吃了这么多苦 如果我还会很负能量的 就是说 看不见一点希望的话 我的家人怎么办 我的母亲怎么办 他们更 他们不认识字 至少我上了学 所以我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的目标 所以这就是我通过 高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靠自己 我的思想也好 我的什么都好 我一直都鼓努自己 我才走到今天 那现在 对不对 遇见这么多直播间 喜欢我的姐姐 阿姨还有哥哥 还有叔叔也 就是说 是我的荣幸 我也该 我现在也是不完美的 但是我会尽量的 就是说 做好我自己 我一定不会让 喜欢我的失望 我也会永远就是不忘初心 不会辜负所有看好我的 一直默默关注我 支持我的 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谢谢啊 感谢 感谢 谢谢家人 嗯 是的 上中秋节了 成长了很多 嗯 嗯 嗯 是的 我也觉得自己 就是 一直都在成长 嗯 哼 一直不见好多人呀 嗯 见了的啊 见了 嗯 对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是一个孝顺的好女孩 就谢谢夸奖 就是 在这个抖音平台 很多也是比较支持我 喜欢我的阿姨 其实在现实上中 包括我们周围的邻居 很多阿姨 都非常的喜欢我 都会经常拿我 给他们的孩子 就是说 比如说 你看 人家那个星星 好懂事 十多岁的时候 就怎么怎么怎么 就会经常 就是拿我来举例子 虽然我很懂事 但是我的童年 很大一部分都非常的 就是压抑的 都是很多时候 靠自己的这个 思想和毅力 还有这个 也就是坚强嘛 去不断的去突破自己 不然 内心不强大 我肯定 口音太重了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 我说普通话 可能不怎么标准 希望大家谅解一下 大家谅解一下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 说话不不懂话不怎么标准的 包括不管以后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身边的人再怎么优秀 再怎么好 再怎么 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可以给大家说 就比如说 我身边 我身边出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 非常完美的一个 就是男孩也好 我不会拒绝 有一种心态是会觉得 哎呀 他好完美 我以后就靠他了 有他就可以 不 我的想法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想法是 那么这个追求我比较完美的人 比较优秀的人 比较优秀的人 我更应该去做的是 我要去努力 去提升自己 我要去拉短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要去让自己的知识也好 见识也好 我要让能够和别人是距离不要太差 而不是就说望着别人好 别人好 好 别人再怎么好 这辈子真的除了自己 怎么说呢真的 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是你的靠商 包括自己的父母 因为怎么说呢 父母年纪也大 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的平时的照顾羊 这些 所以可能每个 虽然我现在才20多岁 所以我的思想为什么这么早 是因为我从小我也是经历了很多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黑粉很正常的 就是说说什么的都有 我都习惯了 因为这个像玩这种 玩这种 互联网嘛 你们看那明星 明星长得这么漂亮 这么完美 这么优秀的 但还是可能有一大部分人会去喷别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心态不怎么好 他们可能嫉妒那个明星 所以他们就要去说 谢谢这个寻找安心 谢谢啊 不用刷你们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开心 好久没有见大家 所以和大家聊天 对 为什么明星 你看他这么漂亮 这么高 然后身材又好 而且又有能力这么强 他们有很多的黑粉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黑粉 嫉妒他 觉得他很漂亮 觉得他很完美 然后就会去骂他 就去说他 但是明星他从来不会把那些 评价不好的放在眼里 因为他们 他们的目光盯着是 这条路是往前走 对不对 尤其是女孩子 女孩子一定要独立 从小妈妈就跟我说的 女孩子 你别想依靠谁 你不要想着去找一个多么多么优秀的 你只有提升自己 虽然我妈妈就是说 也没上过什么学 但是我们 从小就 教我就是说 必须要靠自己提升自己 自己优秀 自己的能力 你才会 在这个社会上 走在哪里都比较齐